画面上是基隆首次举办的大型街舞比赛 吸引许多民众来到国门广场观赛 为选手加油 赛事分为四对四Breaking Battle 一对一Open Style 斗舞等分组赛程 冠军队伍及种子选手将代表台湾 明年三月份到越南献港 与世界各国的选手较劲 尤其我们市长牵起两队的手 OK 在市长的左手边 PLKZ Forever 在右手边为Reformers 现场的观众跟我一起倒数 3 2 1 市长请举手恭喜 今年非常荣幸能够在基隆举办 感谢选手们这么热情的参与 这么多的选手一起过来 是我们基隆的光荣 今年有300多个选手共同参与 一共会选出两个 一个是单人组的 一个是四人组的 获胜以后会到越南献港 去做世界杯的这个竞赛 代表台湾为国争光 所以今天这个比赛非常的开心 在有一个中华民国P5协会 那其实从成立到现在 我都有一手的参与 对那其实这次来基隆 那也认识很多这个基隆街舞圈的朋友 那他们就希望说 有一个这样的国际赛事 在基隆 让基隆的这些街舞 跳街舞的朋友 能见度可以被人家看到 对那其实 这个活动的第一名 将会送到越南的献港 去参加国际的比赛 这场大型街舞比赛 是由市政府产业发展处 中华民国P5协会 及财团法人青年发展基金会 共同主办 在产发处长林鼎超的奔走下 争取到多家知名企业赞助 超过百万元的经费 共襄胜举 让基隆市民有机会 观赏这场大型的街舞赛事 也推动基隆的街舞运动 因为基隆是一个 常常下雨的地方 那其实街舞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只要有一个 室内的场地 他们就可以发挥 他们自己的武器 对那其实真的是蛮适合 在基隆做一些推广 然后这次我们参加活动 报名的这个街舞 从北到南 总共350位的dancer 然后到这个基隆来 对那像刚刚我刚刚在现场 有来自中立的 有来自桃园 新竹台中 甚至还有高雄的dancer 就一起来这边 一起battle 对 透过这场大型街舞赛事 不但让台湾街舞选手 有机会到国际上发光发热 也让基隆在街舞运动的舞台中 占有一席之地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